又是一场无奈的失利 火箭队正在朝着本赛季目标奔赴 老板菲尔蒂塔 欲拿下文斑亚马之心招人若揭 所以火箭队在本赛季之后 阵容上注定有很大的变动 火箭不可能选择这样原有的阵容继续培养 有些新人可能会离队 而在交易市场与自由市场上 一些老将与集战力会加盟火箭 下赛季火箭队的阵容注定会令人期待 如今我们可以盘列出来一些流队的人选 首先杰伦格林作为至今队内头号得分手 他流队基本成为定局 一号位方面小波特在历经数个赛季培养 并没有达到火箭高层的预期 倘若今下在选秀大会摘下来亨德森 又或者得到哈登以及其他一号位人选 小波特注定会被抛弃 而作为今年的新秀太太华盛顿和伊森已经成为 全美认为平时力流队的最佳人选 确实在全明星之后 火箭队迎来被靠背的勇士 要知晓对手在昨日刚苦战了胡人 如今被靠背挑战火箭队 且阵容方面存在不足 即便是这样火箭队依然 无法在客场拿走这场胜利 只能眼睁睁看到 在主场导演了一场 单场命中12G三分球的汤普森 如果说火箭本场最大的收获 则来自塞拉斯的主动辩阵 其实在小波特与杰伦格林均因生无法出战后 美媒一度认为塞拉斯会让尼克斯成为首发一号位 且搭配上克里斯托福 结果塞拉斯主动将太太华盛顿扶正 让他出任球队的首发一号位 而这样的辩证却为火箭队带来了不小的收获 一度在首截领先对手7分之多 可惜的是因为三分球命中率不足 勇士防守越收越小 凭借汤普森稳定的发挥 火箭只能在客场吃下一场败仗 从本场比赛效果来看 太太华盛顿在上半场表现不错 半场比赛七投五中砍下了12分 这也是火箭队本场得分最高的球员 从特点来看太太华盛顿 非常擅长突破后的小抛头 作为一名传统后卫出身的太太 她其实并没有具备出色的运动能力与身体素质 她是依赖脑子打球的球员 她的模样让人想起了当年出入联盟的克里斯·保佛 全场比赛太太华盛顿出场33分钟 12投五中三分球两投一中 砍下全队第二高的15分 同时还有两篮板四助攻两强段进账 全场仅送出一次失误的太太 正负值效率高居全队第一位 这样的攻守能力远比小波特更高效 尽管本场比赛无缘胜利 但是塞拉斯的背货变真 却意外激活了太太华盛顿 相信在本场比赛之后 太太会迎来更多的出场机会 也期待她能够发挥出自身 的能量帮助火箭队完成重建 一定是希望能够发挥出自身 那些飞虫和野鳕取 货变全量质 但是 优优独立板 连读